好,各位同事 那么我们这节课来漫谈一下这样的一个臂包 你像这个臂包它确实是比较抽赏 我觉得我已经讲的是足够的仔细了 光这个臂包这一部分 我觉得差不多我们都讲了两个小时 好,那么我们的课程的时长其实也是有限的 至于说花这两个小时值不值得 那么每个人可能有每个人的答案 其实你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就是我站在一个对大家以后编码的这样的一个 有效率提升上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花两个小时是不值得的 不如把这两个小时提取去讲别的更加实际的内容 但是确实是有太多的同学提到了 要讲这样一个函数式编程 那么我就好好的准备了一下 把它拿出来给大家讲一下 好,那么这个臂包既然已经花了这么长时间 那么我就再给大家扩展一下 继续丰富一下我们的臂包 满足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心 好,那么第一个大家看到这里 我把这个函数第一个是一个Factory 看得见了 好,Factory如果熟悉设计模式的同学 其实应该知道 这个其实是一个工厂模式 好,也就是说那臂包 其实你是可以利用函数 函数式编程这样一种方式 来做这样的一个工厂模式的 至于说工厂模式是什么 有兴趣的同学 下去之后可以看一下设计模式 好,那么第二个要给大家扩展一下 是这样的 我大概接触的比较多的臂包 有两个预言 一个是Python 然后另外一个是Gioscript Python的定义 它们强调的对于臂包的定义 它强调的是对于是这样一个环境变量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 但是Gioscript里边 它强调的臂包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不是说我要给大家扯了 Gioscript上去 这个是一个Gioscript 它对于臂包的这样的一个切入点的话 放到我们Python里面的图 然后有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不看这个实例 我们看我们之前的这个实例 看一下 之前那个实例在哪 哇,想这个臂包我定义了太多了 现在找不到了 好,这个实例 最开始将臂包的这个实例 像Squip里面 它对于臂包的切入点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认为臂包可以实现 在一个函数的外部 去间接的调用函数内部的变量 这个是它的一个臂包的切入点 好,那么怎么理解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调用这样的一个F 我们调用F的时候 它实质是调用这样的一个 这个客户对不对 这个臂包的客户对不对 但是臂包的客户的 它内部是不是又引入了 它这样的环境变量A 但是对于最外部调用F 我们F是在模块里面调用的 那么相对于模块来说的话 A是一个局部变量 这样就实现了 这样的一个 从模块这个级别 去调用某一个局部变量 间接的实现的 好,所以说我们Python里面 其实也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通过 B包来间接的实现 在函数的外部 函数的外部 你看我们F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在调用CurvePray的外部 调用这个函数内部的 这样的一个变量的机制 如果你不通过B包的话 你在外面直接打 你直接去调用A 这是不可以的 好,那么这个也是B包的一个特点 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然后我们再说回 B包它保存这样一个 环境变量的一个问题 它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 因为你的环境变量 它一直是常住于内存里的 所以说它极容易造成这样的 内存泄漏 所以说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因为你的环境变量 它为了保持这个状态 它肯定是要常住内存的 所以说对于常住内存的 这样的一些变量 或者是函数的定义 大家一定要小心的使用 这样一个内存泄漏的问题 你在我们服务器里面的话 其实相对还好 但是如果你是在GioScript里面 去操作浏览器的时候 由于我们的环境变量 它是常住内存的 所以说非常消耗内存 那么极容易引起这样的一个 浏览器的卡顿 就是它的缓慢 所以说这个是影响用户体验的 这里给大家提醒一下 好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谈一下函数式编程 我相信很多同学看到这样一段代码 是不是这个代码 看一下 是这个代码 很多同学看到这段代码的时候 理解起来的话 还是真的是会产生一些困惑的 这个真的不是说函数式编程不好 没有什么好或者是不好 我们可以看到函数式编程 我之前给大家讲到过了 它真的是有它的优势的 它不会去操作全局变量 或者更确切一点说 我们还是更加倾向于用命令式的 这样一种方式在编程 而不是函数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编程 我就问大家 你说像这样的一种保存这样的一个 变量状态的这样一种方式 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们不用全局变量 用命令上对象的对象可以解决吗 一样可以解决 类变量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这个之前给大家举到过了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举这样的一个student 他的班级的技术的时候 这个它就可以作为一个 类变量就可以作为一个技术 对不对 但是你在讲类变量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像我们讲币包的时候 这样这么难理解 所以说我要强调的是 没有什么好和不好 关键的还是一个思考方式 你没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函数式 编程的这样的一个思维 好 这里不是说大家没有这个思维不好 其实我也没有这样一个函数式 编程的这样的一个思维 写了这么多年的代码 内向对象的这样一种构建代码的形式 它已经根深蒂固了 我觉得它基本上是改过来的 好 所以说大家想听函数式编程 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 确实这几节课讲币包 是比较抽象和难的 它比我们讲面向对象的要更难一些 但是还好 我个人认为币包的概念 几乎是在每个这样的一个编程语言里的 它的基础语法里面 算是最难理解的 我们后面讲的内容 没有币包这么难理解 好 最后 关于函数式编程给大家一个建议 你习惯用函数式编程 比如说你以前经常写这个历史文语言 对不对 那么你可以用 没有问题 我们的Personal 包括Jalice 对这个币包 都有一定的支持 但是如果 如果你不习惯这样的一种思维 千万不要 就赶着潮流 这个并不是什么潮流 函数式编程 这个概念是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出现的 如果你不习惯的话 那么 还是用面向对象 更加符合我们现在的潮流 面向对象 也不能说是潮流了 但是它确实是我们现在主流的一种编程思想 好 那么我们关于币包 币包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币包是币包 币包它只是 函数式编程的一种 后面 并不是说全盘否定函数式编程 我还是强调 没有什么好或者是不好 关键是一种思维习惯 后面其实我们会看到 我们去讲Lampert表达式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 这样的一个函数式编程 它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在我们 也可以 在我们的现在的主流的 这样的一个思想里面 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应用 确实 函数式编程 有时候使用起来 确实是很方便的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区分开 不是说币包 就等于函数式编程 币包只是 函数式编程思想的一种应用 这一点是大家希望大家知道的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下期课再见